我们看心四的开源情况 有四段 向人说正果等法相 欲说他事 而勿说正果等事 细笑说 虽不犯虫 而犯轻罪 以非言说之以鬼故也 狂乱坏心 你如果是跟人家解释 什么是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的法相 什么是念佛三昧 你在解释法相 没有说你自己正的 这个是不犯 你本来要说其他的事情 但是勿说了正果 那是一时的口误 你没有欺狂之心 不犯 细笑说 你是开玩笑的 虽然不犯虫 但是他犯轻罪 这叫戏论 因为他不是正常的说法以鬼 最后一个狂乱坏心 当然不犯 开源情况 我们再增加一个 诸位 你看偶义大师的五戒相经煎药 偶祖提到一个方便妄语 我们解释一下 小妄语界有两种情况是开源的 第一个 为了救拔众生的命难 比方说你到一个树林去 看到一个野鹿跑过来往东边去了 后面有一个猎人拿了刀剑 要去追这个野鹿 他问你说 哎 你有没有看到小鹿呢 你说 有 他往西边走了 你只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虽然是妄语 但是这时 因为牵涉到一个众生的命难 这个小妄语 不但没有过失 菩萨生诸功德 还有功德 这是第一个条件 有牵涉到众生的命难 第二个 牵涉到众生的会命 你直接跟他讲 他可能就退失对三宝的信心 破坏他的善根太重了 所以 菩萨可以善巧方便 暂时地隐藏事实 而宣说 对他有欢喜生善破恶入理增上的话 为了救他的会命 可以 所以 小妄语的开源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救他的色身 第二个 救他的法身 可以开源 但是大妄语任何情况 都没有开源 你不能说 我讲 我是出国 对他会启发信心 不可以 因为这个影响太大了 后患无穷 有一种情况例外 你要走的时候可以 临命中的时候可以 你看智者大师临终时 有人说 智者大师 您老人家 一生为人家叛教 您老人家的阶位是什么 他就讲出他的本地风光 无品观行为 说完就走 现在的人讲自己的果证 讲完也不走 这个就大妄语了 所以临终时讲 你不能说 哎 祖师犯大妄语 不能这样讲 他临终之前讲 是可以的 他讲完马上就走 所以他不会造成个人崇拜 因为他讲 他要让后世知道 他说的法是正确的 因为他是有果证的 他的着眼点 也是在护这个法 但他人走了 所以 你就没有个人崇拜的问题 对 我还说 我还想不到 我们俩这边 他要有一个人崇拜的 我还想不到 我还想不到 我们俩这边 去哪里 我还想不到 我们俩这边 有什么人崇拜的